欢迎来到魂老师说唱歌频道 很多唱歌爱好者一唱歌就感到很茫然 不十分清楚自己做的对不对 一边唱一边带着质疑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你不清楚唱歌发生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今天在这里魂老师告诉你如何判断 监控自己在歌唱时的发生状态 边唱边调整 对的做多了 你自然越唱越好 我们从以下这四个方面来剖析一下 第一方面发生有支点 第二方面声音有方向 第三方面气在前声在后 第四方面要做到嘴里无声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发生有支点 那当你发出一个长音的时候 你的声音必须要有支点 它才能稳定才能站住 就比如 我要登上 登上山地 这个支点在于你的腰腹肌的支撑 这个力量与发生位置的配合 我要登上 我要登上 口腔只保持一个字的状态 不要给力 你要时刻的监控一下自己 嘴是不是给力 声音是不是带到嘴上来了 这个支点绝不在口腔也不在喉咙 可能你听说过在胸腔 但是我不建议你用胸腔作为支点 当你用胸腔作为一个歌声主要支点的时候 会有什么效果 会压喉 会往下拉你的下巴和喉咙 你看 整个的位置全下来了 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声音 第二方面就是声音有方向 那你在歌唱的时候 你对你自己的声音要有一个了解 这声音是在这里 在前面 还是在上面后面 应该 应该是从后面上方到达上方 再送到前面去 所以如果你的声音的方向 是直接从口腔出来 直接送到前面 那声音肯定是不对的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 美丽姑娘捉麻辣 唱出来的歌声 永远都是以腰腹肌为支点 挂上你的高位置 把声音从头顶上方发出去 在你歌唱的时候 你只要这个方向对 你眼睛看着哪 声音就往哪送 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这个声音的方向 绝对不要从我们的面前 把它送出去 这样的声音 是没有混声 没有共鸣的 吸气 要从这里走 绝对不是从这个方向送出去 你能听到这个效果吗 那么在你自己歌唱的时候 你就以耳朵为界限 声音要从耳朵的后面 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 从耳朵后面 送到头顶上方 把它送到你要发出的方向 而不是从口腔直接把它从前面送出去 所以这个判断起来非常简单 你耳朵听一听 你发出的声音 是在耳朵前面 还是在耳朵后面的后上方呢 这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我们歌唱时 你要气在前 声在后 简单理解 就是你发出的声音要有气感 我用我自己的流浪 气在前声在后 那么这个判断起来呢 也并不难 只是在我们自己运用的时候 你要去调整自己 形成这种歌唱发声的一个习惯 包括激昂的歌曲更是如此 一样也是气在前面 引你来唱 这第四个方面 就是在你唱歌的时候 你同样要用你的耳朵来判断 你的声音是不是在嘴里 正确的歌唱状态和发声状态 你的嘴里是没有声音的 包括说话 我忽然想到一首粤语歌曲 越浪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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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举雷 往上走 举雷哈 感觉到没有 不能在嘴里 举雷哈 用气带着 把声音带出去 不要停留在嘴里 慢慢的 举雷哈 举雷哈 举雷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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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你能够把这视频看到这里 相信你一定非常有收获 在你歌唱时 就用这简单的四个方面 来监控和调整自己的声音 你会发现唱歌真的没有那么难 也许我说的这四个方面 你一下做不到 那我建议你订阅我的歌唱专栏 十节课 跟着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练习一下 真正把歌唱的状态 和歌唱的发声方法弄明白 通过课程里面 简单直接有效的小练习 快速的把歌唱技巧和方法掌握它 唱好歌不是梦 我是葵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